用人情交换朋友只是暂时的 用实力吸引朋友才是长久的 人脉确实是一笔资源 但如果你不行 认识谁也没用 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 你落难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兄弟 你富有时 他仍然说我们是兄弟 我们是兄弟 这种不离不弃的人 才称为真正的朋友 这种人不用多 在这个浮夸的世界里 几个就好 认识人多不等于人脉广 我认识一个朋友热衷于社交 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和朋友在一起 他的人生理念就是那句老话 朋友多了路好走 他的确有各种各样的饭局 酒局 推杯换盏 功臭交错 喝酒滑拳 不宜乐乎 吃喝完毕直奔KTV 灯红酒绿 细耍一番 必须玩到深夜 喝得醉醺醺 才东倒西外地回家 听说他的老婆为此 而闹了好几次 他却震震有词 你懂什么啊 这是应酬 是男人的事业必需品 可后来 储台可以的人渐渐离去 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 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好 除了没有时间之外 恐怕就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了 因为当他把时间 花在混朋友关系上时 自身没有其他过硬的本事 也没能打好事业的根基 天有不测风云 他身体出了状况 得了肝癌 医生说 跟平时的生活习惯 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喝酒过量 生活没有规律等 令人难过的是 当朋友知道他得了癌症 就像瘟疫一样 离他而去 最后陪伴他身边的 只有家人 仔细想一下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跑到一个聚会上 跟一群陌生的人 嘘寒问暖 全程笑脸相迎 满屋子客套话 互相叙叙叨叨 敬酒 留电话号码 但是第二天 就记不清对方是谁 一个人内心越是虚无 外在才越追逐喧嚣 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混这种圈子 发展人脉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你认识的人多 不等于人脉广 人脉不是比认识多少人 而是多少人想认识你 一个人不可能有很多真正的朋友 所谓朋友变天下 不是一种失忆的夸张 就是一种浅薄的自负 少巴结 多互助和提携 曾几何时 不少人把要到别人电话 或合影当成炫耀的资本 如果你误把人脉当实力 张口闭口谈 我认识谁 只会让人觉得 你浮夸又虚荣 不禁想起十几年前 一位站长经常来找我泡茶 每次动不动就聊他 认识哪位大领导 大企业老板 甚至有时 说到哪位大领导时 还掏出这位领导的名片 给我看 我不堪其扰 琢磨着如何才能让他 不再来找我 后来终于有个契机 我单位有一个社区经理 遇到某单位主任的 故意刁难和敲诈 而这单位的大领导 正好是他曾聊过 有交情的 于是我打电话 让他帮忙协调 他满口答应说 没问题 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 但一会儿 又灰溜溜的回电说 搞不定 几天后 他又来找我 问起上次的事 我轻描淡写的说 小事情 我很快就找人搞定了 这时他的脸色很难看 从此之后 他终于不再来找我了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拒绝 以为和对方留了电话 在一起喝过酒 彼此应该能帮忙 但却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只有资源平等 才能互相帮助 你自己不强大 认识再多牛人也没有用 因为你没用 人家根本不在乎和你链接 这也就是 为什么一般人认识了大神 对自己没多大作用 所以我们要少巴结 多互助和提鞋 投资和我们层次相仿的人 大家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互助关系 提鞋比自己层次低的人 就好比低价买入潜力股 人脉不在别人身上 很多人常常把社交等同于混圈子 其实不然 真正的社交是建立一个 坚固的价值网络 经济学家早就说过 人脉的核心就是资源互换 换句话说 他们帮你是想从你身上获得好处 一旦你没有足够的实力 就算遇到很厉害的人 自己也是卑微的姿态 新东方董事长余敏红 曾讲过一个故事 有年轻人问 余敏红 怎样才能和你变成朋友 余敏红就问那个人 你用什么来和我变成朋友 那人回答说 可以帮余敏红扫地拎包 余敏红的答案是什么 当然是一口回绝 像他这样的人 哪需要朋友来拎包和扫地呢 有时候常常看到很多人 热衷于和各种大老盘关系 其实你自己不牛 认识再多牛人也没有用 社交圈子里流行一个 可交换系数的说法 也就是说 你的可交换系数越大 找你社交的人越多 如果自己缺乏可交换价值 一切所谓社交都是没有用的 当你自身没有达到更高层次的时候 人脉是不值钱的 请记住 人脉不是追求来的 而是吸引来的 只有等价的交换 才能得到合理的帮助 虽然很残酷 但这就是真相 一个人的可交换价值越大 社交半径就越大 能够吸引的人就越多 愿意主动跟你打交道的人也越多 而且 即使你一时落魄 也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你 因此 越是聪明的人 在社交上花的时间越少 因为他懂得 人脉不在别人身上 而是藏在你自己的身上 唯有自己变得强大 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人脉 你自己的层次 决定了你所处社交圈的层次 你永远只能和同一个层次的人 在一个圈子 在你还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 与其热衷于那些无用的社交 不如提升自己 因为你不行 你认识再牛的人 也还是不行 你很行 你谁都不认识 依旧很牛 所以 我们要将自己精力 都放在应该做的事上 将自己的特长 发挥到极致 自然就会把别人吸引过来 实现自己的社交价值 在这一点上 我最佩服陈道明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几十年 陈道明收获了无数赞誉 也赢得了许多关注和追捧 前不久 又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但他却不爱社交 不拍戏时 就在家里待着 看看书 弹弹琴 做做手工 把时间 留给自己 和最亲近的人 所以说 你还没有足够强大 足够优秀时 先别花太多时间 去应酬 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 你应该 多读书 多做事 在人机网络的价值坐标上 爬到更高的层次 放弃无用的社交 提升自己 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 才能更大 毕竟这是一个信仰实力的时代 我曾经身为自己的家 yêu 我曾经理它 你应该是什么 还真是宇里 您欣然 我曾经理它 不幸 糟糕 谢谢观看